小西巷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彰化县文化局今年与彰化师范大学美术系师生合作 在小西巷推动艺术介入空间计划小西巷弄美学 共计展出五件作品 期望以艺术创作装点巷弄延续地方的故事 小西巷是过去彰化非常繁华的地方 它有非常多大家过去的一个历史繁华的一个 像我们这边它是一个旅馆 过去它也有一条叫旅馆巷 那也因为整个城市的发展慢慢慢慢没落 那怎么样把这里唤起我们过去大家的一个记忆 我们很谢谢张师大美术系 跟我们这个张艺跟张安这个学校的美术班的同学 跟地方的民众一起参与 把在地的一些元素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一个记忆 变成这个艺术的一个创作 把美感带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巷弄里面 让我们可以徜徉在这个巷弄里面 除了有过去的一个记忆回忆 那也可以把这些孩子们的一个创作融进来 那让大家看看这个生活就是美学 美学就是生活怎么样把艺术美感带进我们巷弄里面 又可以跟我们的记忆跟我们的这个地方的特色来做结合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观学界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这个彰化室绝对是一个可以一有的地方 那这个当然也是刚刚县长有讲 我们配合我们学校的大学社会责任 USR 所以学校有支持一点点经费 并不多 但是主要是我们老师的心力 像我们美术系的主任 我们学生 大家也有参与 小西巷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但是时间久了 它有点整个空间老旧 那所以这个计划基本上最原始的构想 其实是一个美化空间 那我们希望让这个空间看起来能够有一个景观上的更新 然后学生到这个空间以后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然后充满了各种历史记忆 它过去的这个重要性 现在其实慢慢的流失了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这个美化的同时 能够结合进这个历史记忆 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甚至让更多人看得到 然后可以扩散出去 小西巷艺术介入空间计划 将曾经繁华的记忆与丰富的文化 以艺术创作延续地方故事 在美化空间连结小西的记忆与情感 王县长邀请乡亲一起前往小西巷 来一场历史结合艺术的轻旅行 公益频道令义俊张化采访报导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